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计划,台积电最新的N2节点2奈米制程将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目前台积电正在尽最大努力完善该技术 以降低可变性和缺陷密度从而提高良率 不久前,一位台积电员工最近对外透露 该团队已成功将N2测试晶片的良率提高了6% 为公司客户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而根据最新的爆料称,台积电N2目前的良率已经达到了60% 不过这些讯息尚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而日前与美国旧金山举行的IEEE国际电子设备会议IEDM上 台积电研发和先进技术副总裁Jeffrey Yab 披露了有关其N2制程工艺的更多细节 据介绍,N2制程在相同电压下可以将功耗降低24%至35% 或将效能提高15% 电晶体密度比上一代三奈米,工艺高1.15倍 而这些指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台积电的新型全环绕炸集GAA 奈米片电晶体 以及N2NinoFlex设计技术协同优化和其他一些增强功能实现的 其中,全环绕炸集奈米片电晶体允许设计人员调整其通道宽度 以平衡效能和功率效率 Jeffrey Yab进一步解释称 N2是台积电四年多的劳动成果 今天的FinFET电晶体的核心有一个垂直的锡片 而全环绕炸集奈米片电晶体有一堆狭窄的锡带 这种差异不仅提供了对流晶器件的电流的更好控制 还允许工程师通过制造更宽或更窄的奈米片来生产更多种类的器件 FinFET只能通过乘以器件中的赤片数量来提供这种多样性 例如,具有一个、两个或三个赤片的器件 但全环绕炸集奈米片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渐变选择 例如,相当于1.5个赤片或任何可能更适合特定逻辑电路的东西 台积电将该技术称为NinoFlex 允许在同一晶片上使用不同的奈米片宽度构建不同的逻辑单元 极有窄器件制成的逻辑单元可能构成晶片上的通用逻辑 而那些具有更宽奈米片能够驱动更多电流和更快开关的逻辑单元将构成CPU内核 简单来说,该技术使设计人员能够开发具有最小面积和更高功率效率的窄单元 或为实现最佳效能而优化的宽单元 该技术还包括六个电压预制电瓶6瓦图 范围为200毫伏 使用台积电第三代基于偶极子的集成实现 同时具有N型和P型偶极子 N2制程在工艺和器件层面引入的创新 不仅只在通过细化片材厚度 且掺杂机活化和硬力工程来提高电晶体驱动电流 还只在降低有效电容SAFE以实现一流的能效 总的来说 这些改进使N型和P型奈米片电晶体的ICV速度 分别提高了约70%和110% 与FinFET电晶体架构相比 N2的全环绕炸极奈米片电晶体 在0.5V至0.6V的低电源低压范围内 可提供明显更好的每瓦效能 其中工艺和设备优化 将时钟频率提高了约20% 并在0.5V工作时 将待机功耗降低了约75% 此外 集成N2 NanoFlex和多余制电压MultiVT选项 为高逻辑密度的节能处理器提供了额外的设计灵活性 台积电N2的电晶体架构和DTCU优势直接影响SLAM可扩展性 而近年来 前沿节点很难实现这一点 借助N2 台积电成功实现了创纪录的约37.9M每平方毫米的2奈米SLAM密度 而根据最新曝光的资料显示 Intel 18A的SLAM密度约为31.8M每平方毫米 显然台积电N2的SLAM密度更高 同时也比N3制程提高了11% 而N3仅比自己的前代提高了6% 除了创下创纪录的SLAM密度外 台积电N2还降低了气功耗 由于GAA奈米片电晶体具有更严格的预值电压变化 VT Sigma 因此与基于FinFET的设计相比 N2的大电流 HC红的最小工作电压 Vmin降低了约20毫伏 高密度HD红的最小工作电压 Vmin降低了30-35毫伏 这些改进时 SLAM读写功能稳定到大约0.4V 同时保持稳健的良率和可靠性 除了新的电晶体外 台积电N2还采用了全新的无屏障的 MOL全屋中间线MIDL OFFLINE层 BOL后端部线 BECND OFFLINE和远BOL部线 将电阻降低了20% 并提高了效能效率 N2的MOL现在使用无障碍无私 将垂直闸机接触 VG电阻降低了55% 并将环形震荡器的频率提高了约6.2% 此外 第一个金属层M1现在在一个EUV曝光通道中创建 然后是一个时刻步骤EPEE 从而降低了复杂性 减少了眼磨数量 并提高了整体工艺效率 YAP表示 优化的M1采用新颖的EPEE EUV图形 使标准电池电容降低了近10% 并节省了多个EUV眼磨 总之N2MOL和BOLRC降低了约超过20% 为节能运算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 N2用于HPC应用的额外功能 包括超高效能MM电容器ShopMM 可提供约200FF每平方毫米的电容 这有助于通过减少顺态低压下降 来实现更高的最大工作频率 Fmax 据台积电称 N2技术具有具有平坦钝化 和TSV的新型CURDL选项 该选项针对面对面和面对面的3D堆叠 进行了优化 SOIC键和间距为4.5微米 这将成为AI、HPC甚至行动设计的可用功能 目前台积电N2处于风险生产阶段 并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量产 另一种被称为N2P的工艺正在开发中 N2P是N2的增强版本 预计将带来5%的效能提升 具有完全的GDS兼容性 预计将于2025年完成资格认证阶段 计划于2026年量产 对于客户来说 随着台积电N2的量产 届时2奈米晶圆的代工报价 可能将达到2.5万至3万美元每片 远高于当前3奈米晶圆 约2万美元每片的价格 但是N2所能够带来的电晶体密度提升 效能提升或功耗降低 仍然需要验证 再加上初期的良率爬升 这也意味着一片12英寸2奈米晶圆 所能够切出来的可用的单颗晶片的成本 将会大幅提升 显然这将会抑制可能客户 对于2奈米制程的采用 预计初期能够用得起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客户 只有苹果公司 辉达 AMD 高通和联发科等少数头部客户 但是从产品规划来看 辉达和AMD在2026年 可能都将不会采用2奈米制程 相对来说 苹果 高通 联发科 则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旗舰晶片上采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